张灵文讲故事 来的时候只带着一个五六岁大的女儿 也没人知道她是从哪里来的 来到了向阳村 就花钱买了一间房子和几亩地 妇女二人就在这里住了下来 一直到了现在 秦老汉身形高大魁梧 平时非常严肃 村里的人几乎没看到她效果 而且她的脸上还有一道深深的疤痕 像是被刀砍出来的 夏天的时候天气比较热 秦老汉在地里干活的时候会脱掉上衣 她的身上也有很多伤疤 向阳村的村民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人 心里对秦老汉都有些害怕 以至于秦老汉的女儿秦曼英到了17岁了 村里连一个到她家提亲的都没有 秦老汉也从不为之是担心 每天日出而作 日落而息 秦曼英平时也帮着秦老汉做些农活 或者上山采药 拿到向阳村唯一的一间药铺 换谢银钱 父女俩生活的还算平静 这天地里没什么活干 秦曼英就背着药篓去附近的山上采药 山里树木高大 阳光丝丝缕缕的从树木的缝隙间照射进来 不像在田地里那么灼热 反而传来一丝丝温暖的感觉 鼻尖充斥着森林里 草木的芳香气息 秦曼英心情都舒畅了不少 一蹦一跳地唱着山歌往山上走去 救命啊 救命啊 谁来帮帮我呀 秦曼英走了没多久 就听见前面传来呼救的声音 他赶紧跑过去 看到一个面容轻瘦的中年人 正坐在一块石头上 嘴里不停地喊着救命 怀里还紧紧地抱着一个盒子 秦曼英连忙上去问道 大叔 您这是怎么了 那中年人见到秦曼英过来 连忙撸起自己的裤腿 只见他的小腿上有两个小洞 像是被蛇咬的 小腿上面还用布条紧紧地勒住 中年人说道 小姑娘 你行行好 我刚才不小心被一条毒蛇给咬了 你赶快去给我找个狼钟过来 求你了 秦曼英经常在山里 知道被蛇咬了可不是小事 连忙放下被篓 就要下山去请狼钟呢 中年男人叫住了他 说道 小姑娘 这里离村子虽然不远 但是请狼钟来一趟 还是要花一些钱的 这银子你先拿着 说完就扔给秦曼英一定银子 秦曼英接过银子一看 居然有足足五十两 连忙说道 大叔 请狼钟要不了这么多 中年男子说 我身上也没零散的银子 你先拿去用 多的再找给我吧 秦曼英 看他这么信任自己 也不想耽误时间 赶紧向村里跑去 秦曼英飞快地跑回了村 请了狼钟 又催促狼钟快点走 不到半个时辰 秦曼英就带着狼钟回来了 来了之后 秦曼英和狼钟 两人面面相去呢 中年男人已经不见了踪影 只留下了一个盒子 秦曼英慌忙喊了几声 可是没有人应答 狼钟说 你说的那人是不是被野兽给叼走了 秦曼英看了看地上 见周围的地面干干净净的 和之前一样 地上也没有血迹 也没有打斗的痕迹 不像是被野兽叼了 狼钟说 说不定有人路过 将他就走了也说不定 秦曼英觉得 应该是这个情况 他来到盒子旁边 仔细地看着这个盒子 这盒子不大 四周都雕刻着许多精美的图案 秦曼英拿起箱子 感觉沉甸甸的 他几乎都抱不动 也不知道里面装了些什么 狼钟说 不如我们打开看看里面有什么 说不定能查出施主的消息 而且 你看这盒子这么精美 里面说不定装了很值钱的东西 秦曼英连忙说道 那人既然把盒子锁住了 一定不想让别人看见里面的东西 等他自己发现丢了盒子 自然会回来取 狼钟见劝说不动 只得沿路返回 白跑了这一趟 虽然没能找到那个中年人 但是秦曼英还是给了狼钟一些辛苦钱 让他回去的时候 给他爹带个口信 自己要在这里等施主 狼钟走后 秦曼英就坐在石头这里等 一直等到天快黑了 他还是没有等到中年男人回来 只好带着盒子回了家 秦老汉见女儿回来 看了看盒子 也很支持女儿的做法 就这样秦曼英在山里一直等了三天 还是没见那个中年男人回来去宝和 倒是偶尔看见几个路人从这里经过 而且都不是村里的人 秦曼英虽然奇怪 但是也没有太在意 这天回家的时候 秦老汉突发重病 已经下不了床 秦老汉以前身体从没有生过病 可是这一次却病来如山道 秦曼英一个人不可能又照顾爹又要忙或田里的事 过了几天 秦曼英就将自家的田租给了别人种 自己只收很少的租金 秦曼英用那中年人给的五十两银子 谈下了一间小茶馆 他相当以后把赚的钱慢慢的攒起来 到时候再还给那中年人 没过几天 茶馆就开张了 茶馆的生意虽然不算好 但是秦曼英省吃俭用 除掉父亲看病的开销 倒还有些盈余 后来 秦曼英捡到饱盒的是村里的人 都传开了 周围好多村里 县里的人都知道了这件事 而且越传越离谱 有的说那盒子里装着藏宝图 有的说那盒子装的都是黄金 还有的说里面装着一块碧玉 价值连城 总之 大家都觉得那盒子里装的一定是宝贝 很多人慕名而来 想见一件内宝盒 还有好些人想冒认那宝盒 想把它据为己有 但是秦曼英虽然年纪轻 但是也不傻 他向那些人问起 宝盒的样子 那些人没有一个能答得上来 虽然秦曼英很鄙视那些人 但是不得不说 正是因为他们 秦曼英茶馆的生意 却变得红火了起来 过了一个多月 秦老汉的病终于好了起来 但是身体还是很虚弱 再继续种地 只怕也有些力不从心了 看着女儿开启了茶馆 秦老汉就在店里帮忙照料客人 但是后来因为秦老汉长相太过凶狠 他便去后厨帮忙 做些韭菜什么的 前面就交给了秦曼英料理 这天 茶馆里来了一个年轻的男子 他见到秦曼英 就笑着上前问道 姑娘 这个村不大 你这茶馆能赚到钱吗 秦曼英说 赚的不多 但是我和父亲 两人生活也足够了 而且 我还要在这茶馆里 等那盒子的施主 过来拿回去呢 男子听了之后 也没有再问 向秦曼英要了一壶茶 喝了几口就离开了 过了不到三天 那男子又来的向阳村 身后还跟了一百多个青年壮汉 有的提着铁锹 有的推着车 浩浩荡荡地进了村 村里的人见 一下子来了这么多人 都觉得很稀奇 有比较八卦的老婆婆 就上去问那个男人 那男人说 你们村的位置很好 只是村口有个大土坡 挡住了去路 村里的路又窄 非常不方便 我和官府打过了招呼 特地过来帮你们村修路的 这是一件对村民都有好处的事 听到这里 大家都很欢迎他们 这一百多号人的到来 他们的衣食住行都在村里 村里的店铺的生意 一下子好了很多 有些农户连柴房 都租了出去给他们住 卖菜的生意 也比之前好了很多 每当他们到了中午的时候 那男人就会带一些人 过来喝茶休息 秦曼英茶馆生意 一下子就好了很多 后来路慢慢的就修通了 也有些客商知道了 就从这里经过村子 家家户户都开始做起了下生意 村子一下子就繁华了起来 那男人找到秦曼英 说道 以后村子的生意 只会越来越好 趁着我们施工的人还在 我可以低价帮你扩建你的茶馆 秦曼英找爹商量了一下 觉得这是个很不错的提议 就开始搞起了扩建 在茶馆旁边 又建起了一间大的二层小楼 一楼是大堂 二楼是雅间 里面喝茶吃饭都可以 秦曼英还专门请了厨师和店小二 原来的小茶馆 则租给了别人 办了一家小酒铺 秦曼英本来只是想把小酒馆改装一下的 但是那男人说 建楼的钱 他可以垫付 之后再慢慢还 酒楼这才能建起来 不然凭他这些钱 根本不可能建成 秦曼英的这家酒楼 一下子变成了向阳村最高档的酒楼 成了向阳村的一块招牌 果不其然 酒楼建成没多久 生意立刻好了起来 每天日进抖金 秦老汉也在家里想起了轻浮 只是他闲不住 就在后院开垦了一小片菜园子 每天种种小菜打发时光 到了晚年 能有这样的生活 倒也逍遥自在 这天下午 酒楼的客人都走光了 这也是酒楼一天里 难得的清闲时光 那男子又来到了酒楼 说有很重要的是要和秦曼英说 秦曼英觉得这男人身份 一定不一般 不然也不可能说干就干 短短时间就把向阳村 变得这样繁华 他不敢怠慢 赶紧把这男人 引到了一间安静的房间 进屋之后 那男子说 我们认识了这么久 你还不知道我的名字吧 我叫薛之谦 我爹叫薛忠诚 你之前捡的那个宝盒 就是我爹的 秦曼英一听 觉得有些难以置信 心想 既然宝盒是他爹的 为什么来了这么久 他却从来没有提宝盒的事 秦曼英疑惑地问道 你之前怎么不说 薛之谦说道 之前是因为时候味道 现在说出来 是因为到了该说的时候了 秦曼英见他说得这么敷衍 又问道 你说丢宝盒的是你爹 那我问你 你爹是左脸有刻痣 还是右脸有刻痣 薛之谦说 我爹两边的脸上都没有痣 只是下巴上有一刻痣 秦曼英又问 你爹右腿上的胎记 是什么颜色的 男子又说道 我爹右腿上没有胎记 秦曼英听完他的回答 见他说得丝毫不差 几乎已经断定他就是那中年人的儿子 连忙就要去拿宝盒还给薛之谦 薛之谦拦住他说 不着急拿宝盒 过几天我爹会亲自过来一趟 宝盒的事等我爹来了再说 薛之谦说完 薛之谦就起身告辞走了 秦曼英送薛之谦一直到了门口 看着他远去的背影 秦曼英心里终于松了一口气 宝盒终于找到了施主 但是他心里还是有些疑惑 因为薛之谦父子做事完全不合常理 其中一定有什么缘故 不过 秦曼英相信 再过几天 所有的答案一定会揭晓 三天后的下午 还是之前的那个时辰 店里的客人都走了 秦曼英正在柜台那里算着账 他突然听见外面敲鼓 非常喜庆 估计是哪家人在娶媳妇吧 村里的人他基本都认识 想看看哪家人在娶媳妇 就走到了门前 只见几十人的队伍浩浩荡荡向他这边走来 秦曼英看清楚之后 见到走在最前面的正是那盒子的主人薛忠诚 身后跟着的就是他的儿子薛之谦 秦曼英快步走上前去施礼 薛忠诚哈哈一笑 说道 小姑娘真是不错 秦曼英连忙说道 不敢当 您当初给我的五十两银子 我拿去开店了 现在还没还呢 等一下就把五十两银子和那宝和一并归还 秦曼英顿了一下 接着说道 你这大张旗鼓的到底是娶谁家的姑娘啊 薛忠诚又是哈哈一笑 说道 饱和的事我们先放在一边 我今天带着儿子过来就是为了你 我想娶你做我们家的儿媳妇 秦曼英听完就愣住了 不知道该说些什么 薛忠诚又说道 你带我去见见你父亲吧 算起来我们也是老乡识了 秦曼英从来没有听爹提起过认识这么一个人 但是想来他也不可能撒这个谎 于是就将他们带来的人请进了屋内 带着薛忠诚父子二人找自己的爹 说有个老乡识过来找他 秦老汉出来 面前的两个人似乎完全不认识 薛忠诚上前失了一礼 说道 秦将军 您可能不认识我了 但我始终记得您呢 还记得十年前您在河里救下来的那个小商人吗 秦老汉想了一下 终于想起来了 原来呀 十年前 秦老汉还是一名带兵打仗的将军 每次打仗都奋不顾身 而且常常苦读兵书 被朝廷提拔成的将军 那次他奉命回京奏报军情 而且只带了两个清兵 由于事情机密 秦老汉将奏报的军情文书贴身收藏 在过河的时候 他看到河里有一个人溺水了 连忙命人将他救上来 等清兵将薛忠诚拖到了船边 秦老汉就将他们拉上来 慌乱之间 那份文书不小心就从秦老汉的衣服里划了出来 掉进了河里 河里水流湍急 过了好一会 才将文书打捞上岸 秦老汉不敢看里面的内容 只得将文书放在船板上 将它晒干 后来 秦老汉回到了京城 将文书呈上班军机大臣打开信封 看到里面的字已经全部花了 根本看不清信里的内容 皇上得知了此事 龙颜大怒 就要斩首 幸好秦老汉以前履历大功 朝廷上还有人帮忙求情 这才捡回了一条命 但是却被急去了官职 超没了家产 秦老汉带着一家人四处流浪 最后到了这向阳村时 妻子已经去世了 只和女儿相依为命 薛忠诚托人打听到了这件事 这十年来一直在寻访秦老汉的消息 去年才打探到了他们的住处 秦老汉落到如今的地步 都是为了救他 他心里非常感激 也很自责 决定帮一下他们 便有了之前给银子和宝盒那件事 提起宝盒 秦曼英忙将宝盒拿过来 打开一看 宝盒里满满灯灯的 全是一根根金条 难怪会那么重 薛忠诚接着说 我本以为你会打开宝盒 里面的黄金 算是对你们家小小的补偿 但是后来 你们居然没打开过 我只得亲自前来解释 我儿子之谦和你也见过 而且他非常欣赏 你这实惊不昧的品质 想娶你当媳妇 于是我就想着 把这两件事一块办了 这时 薛之谦跪在秦老汉的身前 说道 秦伯伯 我是真心想娶曼英为妻 您还救了我爹 我们家亏欠你们太多 我以后一定好好对待曼英 请您将女儿嫁给我 秦老汉觉得他是真心喜欢自己的女儿 连忙扶起薛之谦说道 选丈夫还得看我女儿喜不喜欢 说完就看向秦曼英 秦曼英对薛之谦的印象还不错 说道婚姻大事 全凭爹爹做主 秦老汉哈哈一笑 说道 好吧 我同意将女儿嫁给 就这样 两人的婚事定下来了 不久后 两人成亲 两家人也变成了一家人 而那宝盒 就成了他们两人的定情信物 好了 今天的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 欢迎点赞评论 我们下个故事再见 请不吝点赞评论